品读经典 光亮人生 让我们一起进入品读时间 中国五千年文明史 时时洋溢着诗情 处处弥漫的酒香 而论诗酒之道 当手推李白 他爱诗若吃 诗酒成狂 一生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 这个酒中有他涌动的生命 奔腾的激情 还有那无尽的酬绪 我们今天要品读的 就是李白永久诗中的代表作 《枪尽酒》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高唐明镜 背白发 朝如钦丝 昔如钦丝 沐成雪 人生得意须尽欢 莫是金尊 空对月 天生我才必有用 千金散尽 还付来 碰羊仔牛且为乐 会须一饮三百杯 陈夫子 丹秋生 枪尽酒 杯莫停 与君歌一曲 请君为我 清耳听 中古转语不足贵 但愿长醉 不复醒 古来圣贤 皆寂寞 唯有赢者 刘其民 陈芒西时 雁贫乐 兜酒十千 自欢血 主人为何 严少钱 尽去孤取 对君酌 五花马 千金球 忽而将出 换美酒 与耳同宵 万古愁 枪尽酒 原是汉乐府取名 意思是劝酒歌 这个枪有请的意思 这首诗以饮酒为题材 表现了诗人在极度压抑中的愤懑 和狂妨 李白 好清廉居士 有诗仙 诗侠之称 他所在的年代 一派盛唐气下 但繁荣的景象背后 宦官专横 外戚骄纵 以蕴藏着深重的危机 李白二十岁时 由三峡出川 开始了广泛漫游 足迹遍布大半的中国 他半夜社会名流 希望得到引荐 一举登上高位 李白先后两次 出入都城长安 在这里 李白遇见了贺之章 他上琴拜见 并呈上秀中的诗本 李白规立的诗歌 和不凡的风采 令贺之章惊异万分 他兴奋地解下一代上的金规 叫人出去换酒 与李白共饮 还称李白为哲仙人 说 你是不是太白金星 下饭到了人间 关于枪禁酒的写作时间 有两种说法 一说是诗人移入长安之后 二说为再入长安后 不管怎么样 那都是诗人在极度诗意时所作 反映了理想与现实的深刻矛盾 那一年 李白与陈勋在松山与友人袁丹丘 灯高隐烟 酒到畅快之时 李白对酒放歌 君不见黄河之水 天上来 奔流到海 不复悔 君不见高堂明镜 背白发 这文章开篇书写对人生的短暂岁月一世的感慨 君不见那是汉月福的表现方法 意思是啊 你没看见吗 起到陪衬的作用 强化了慷慨放歌的气势 前两句写解 黄河汹涌澎湃的气势 也是诗人狂放性格的写照 滔滔黄水 雄魂博大 似从天而降 松山为五月中的中月 挺立中原 距黄河不算太远 距高远望 也许能看到黄河的一点行迹 但不会感受到那种巨浪排空的滚滚奔流之势 诗人完全是玉目生心 驰骋想象 自由创造能够酣畅抒情的形象 这两句啊 启示猛急 神采飞动 同时又运用了起心手法 以不复回 想到人的生命也就像水一样的流逝 接着呢 由写井 转入写人事 人生 由少到老的过程 被说成是朝夕间之事 这夸张的写出了人生的短促 真切的传达出了青春疏忽一世 同时啊 以黄河的永恒伟大 反衬生命的脆弱渺小 人生得意虚尽欢 末世金尊 空对玉 天生我才必有用 千金散尽 还复来 烹羊仔牛且为乐 汇须一饮三百杯 由悲到欢 由开篇的异域升开 一变 而为姿势狂放 诗人在豪迈的气势中 感慨时间流逝 怀才不遇 也反映出了 极度自信和豁达 既然无法改变生命短暂的现实 那就莫负良辰美景 对月狂饮吧 那毕竟啊 朋友聚首 也算是人生一大倡议之事啊 天生我才必有用 千金散尽 还复来 写出了一个大写的我 天生我于世间 必是有用之才 正所谓 乘风破浪 会有时 直挂云帆 寄沧海 驱使金钱 而不被金钱所奴役 反映了诗人 狂放不羁的个性 诗如其人 向诗人 囊者尤为羊 不予一年 散金三十余万 是何等好举 因此 腾羊仔牛且为乐 会须一饮三百杯 至此 这狂放之情趋于高潮 诗的旋律也加快了 诗人那眼花耳热的醉态是悦然之上 恍然使人如闻其高声的劝酒 曾父子 担求生 枪尽酒 杯莫停 你几个短剧的忽然加入 不但是诗歌节奏赋予变化 而且笔下之诗 似乎是还原为生活 他还要 与君歌一曲 请君为我清耳听 这烟饮中 功愁交错间的畅快凌漓 使人是身临其境 中古转域不足贵 但愿长醉 不复醒 古来圣贤皆寂寞 唯有赢者 刘其民 敲钟鸡骨 吃着如玉般珍贵食品的豪华生活 李白不以为贵 不足稀罕 只希望长久沉醉 不再信来 诗人是以此表示 对现实的不满 对权贵的蔑视 以我之财 本当位置倾向 飞黄唐达 却大道如青天 我独不得出 只好借酒交愁 他是著名的哲仙人 他的诗 是第一流的浪漫主义作品 他的浪漫主义代表作 《枪敬酒》 于雄快之中 得其身援荡义之神 具有震动古今的气势与力量 古来圣贤皆寂寞 唯有银者刘启明 这两句诗 曾经引起过一些批评 以为李白过于狂妄了 难道连先圣先贤 如孔子孟子等 那都是默默无闻 只有酒鬼流迷于后世吗 正因为这些 编写唐代文学总级 唐文翠的北宋姚炫 就把圣贤改为贤党 其实这种批评 那是多余的 这两句诗词 那仅是艺术上的夸张手法 不必看成思想的真实 陈芒西时艳贫乐 兜酒十千 自欢血 主人为何严少钱 尽须孤取 对君酌 五花马 千金球 呼而枪出 换美酒 鱼耳同宵 万古愁 这是借古人的酒杯 教自己快蕾 饮臣王救世 说明好饮的原因 一方面写诗人 旷达乐观的情志 那另一方面呢 也流露出诗人的不平之气 诗人的情绪在这里 又狂放 转为奋机 陈王是曹植的封号 李白在这里用了曹植明都篇中 归来雁平乐 美酒斗十千之举 曹植在曹丕 曹瑞 两朝备手猜忌 有志难斩 但在李白看来 陈王这个隐者的形象 至今不仍在人们心目中吗 李白本有极大的从政热情 这样说 显然是倍感压抑 而迸发出的奋机之语 经过激愤的浪风 诗人的狂放 也达到顶点 求满换酒的豪举 把狂态刻画得淋漓尽致 狂放不羁的性格 也悦然至上 最后 权诗结束在一个仇字上 凝聚了诗人 对年华流逝的金句 对人生坎坷的楷探 对有志难愁的郁闷 对仇恶现实的赠物 枪进酒 彼憨莫饱 情急悲愤而狂放 语急豪纵而沉着 诗篇 具有震动古今的气势与力量 这最重要的根源在于 他那充实深厚的内在感情 那潜在酒化底下 如波涛汹涌的愈怒情绪 此外 全篇大起大落 诗情如大河奔流 有气势 亦有曲折 纵横百合 力能扛顶 笔落惊风雨 诗成弃鬼神 这是杜甫对朋友李白诗歌的评价 唐朝文宗遇封李白的诗歌 裴鸣的剑舞 张旭的草书为三绝 宋曹增拱 赞李白文 又如长河 浩浩奔放 万里一泻 末世尤壮 公元756年 即安史之乱发生的第二年 56岁的李白怀着 天生我才必有用的豪情 加入了勇王李陵的幕府 但是后来 勇王与宿宗争夺地位失败了 李白受牵累 流放夜狼 也就是今天贵州境内 也图中欲设 漂泊东南一带 李白62岁时 与世长辞 结束了他传奇而坎坷的一生 留下了 师仙的 美名 贫图经典 光亮人生 我们明天继续 中空外直 无漫不知 相远一期 紧紧尽之 莲花 曾是古往今来 文人笔下 高歌勇叹的对象 人们总是惊叹与他的亲自速容 却很少有人能真正地读懂他 而一篇爱莲说的本事 却让我们看到了莲花的清新 淡雅 与高解 花之君子者 出淤泥 而不染 这究竟说的是莲花 还是作者周敦仪自己的 文学家 理学家 朝廷官员 究竟什么 才是周敦仪的 真实身份呢 大栋 大栋 空炎 是 大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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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